咱们问问密室女嘉宾 看看密室女嘉宾是怎么看这个事的 大家对退休金以后的花法 有没有自己的计划 因为我从结婚我都不管钱 因为我太忙了 您负责赚钱 我就负责赚钱 家里边事儿吧 一切事都打理 都是我那个老头打理 就是他去世以后吧 我连交电话费我都不知道到哪去交 活活地被宠成了小公主 我就那样 反正我现在也锻炼出来了 那您跟我们男嘉宾比较合适 他就属于什么时候 我都能料理得非常好 是啊 因为他不喜欢姐弟恋嘛 实际上我很看好他 好好考虑考虑 好好考虑考虑 我也每次玩 双方打出协议就好 以前真的演播室里边 有些咱们女嘉宾上来就直接问 以后这个退休金 你必须得给我管着 这是一大前提 这有的时候就让咱男士有点望而却步了 现在已经肯定有很多男嘉宾 在女嘉宾挣多少钱呢 对 这玩意儿 看两个人感觉发展呗 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的 对不 就真要遇到那样女士上来就说 以后退休金全给我啊 我管着 你反感不 反感 反感啊 拿几个不爱钱的呀 是 你爱美爱生活 你就得需要钱 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钱 可以商量的吧 重要也得是看人好不好 那换个问法 如果这个阿姨跟你处得相当相当好了 日子也过得挺火 她就是想把这个经济大权拔在手里 那是把劲的 对 你看 那是把劲的 就把说说总的要表达 就是感情第一位 对 关键这个钱放到谁的手里面 我刚才说了是一个话语权 一个掌握的权力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钱放在谁呢 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如果我和你之间没有建立信任感的时候 钱绝对不会给你 就像刚才大哥说 提我 谁先提出来 那绝对反感 那不可能的事是吧 但是就是说感情到那了之后 是为什么 是因为信任出现了 所以你愿意怎么管 那都是可以协商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 信任的问题出现了 如果真的信任 那你说钱财 那还是个什么事啊 对吧 所以咱还是那句话 不管怎么样 说话的方法一定要注意 一切都以有感情 有爱作为大前提 什么事情才能够更好的往后发展